早有出土完整物关的苏州地区来说 此次发掘的M2 M4物葬 又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就我们发现了第一个起木器就是木马 因为当时这个木马出来之后 就形状很怪异 因为我们当时我也 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就没庆它就是一团泥 木马的旁边就是正前方 发现了一间平躺的一间木涌 涌的是脸朝下 背部朝上 随后在马的整个身子下面 又发现了一间木涌 随后我们就清理棺盖板 又发现了一间利用 发掘小组在木棺的前板处 相继清理出的三个形象各异的人涌 皆由木头雕刻而成 形态各异 利用的旁边绽放着是一个木制的名堂 就是一个小房子一样的东西 就是很神奇的事 就是以思维妙人有个窗户那种 有个两个眼睛 明堂是指关木前的祭祀台 在这个小小的明堂上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 奇特的人物图案 以及沙沙沙三个字 在场的考古人员都说 还从未见过这样的装饰 其中的含义要待后续的人究 揭开谜底 在考古队员将提取的文物 编号装箱的同时 在明堂前 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我们在关的前方 还发现两枚比较特殊的铜钱 就是背面 一个是润 润周的润 一个是月 就是月周的月 正面的都是开源通道 这两个铜钱呢 它的时代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它是唐晚期 汇车年间的时候 铸造的一种铜钱 它对于我们判断M2的年代 也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因为它是汇车年间 铸造的一个铜钱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呢 推测M2的年代上限 它不会早于汇车年间 汇车是指公元841到846年 正是晚唐时期 藩镇歌剧天下大乱 名不聊生 安时之乱后 朝廷将江南东道 拆分为浙江西道 浙江东道和福建道三道 两浙地区以乾塘江为季 乾塘江以北叫浙西 以南为浙东 因为我们知道吴越国 它是当时是前流 把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 两个地方合并到一起 建立了吴越国 那这两枚铜钱 这个润呢 就是正好是浙江西道的首府 越正好是浙江东道的首府 所以这两个铜钱 也正好和吴越国的来源 正好相一致 吴越国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 十国之一 定督杭州 当时吴越铸造的钱币 正面仍然保留唐代的开源通宝样式 而背面加注月润字已是区别 这两枚带有月润字特殊版别的开源通宝铜钱的出土 甚是罕见 颇为珍贵 他是否在告诉考古队员 M2号目主流就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人士呢 2021年6月21日一早 发掘小组成员姚宁早早来到考古方仓 他和队友委开关做着准备 M2号关内的景象 让考古队员姚宁不知所措 当我们把关锅板接完之后 发现它在关里面 就是一层层淤起来的泥 它这个泥是怎么进去 就是常年累月吧 就是低下水 就是不断地上升上涨 就是慢慢一层淤进去 没想到这是什么味道 就是那种植物性 不断是过敏的那种 考古队员姚宁和队友 对M2关内拍照测绘 同时制作平面图 紧接着他们根据二分法 对棺木尾部进行发掘 现在这个泥已经不一样原色 上面下面就这么深够 颜色已经不一样了 对 它那个扑面颜色已经不一样了 对 颜色已经完全不同了 因为在关五人的尾部 它那个泥就是很细很软 因为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清理 所以说我们就跟切豆腐块一样 一块块给人切下来 您想把这边切一块 哇 长了 随着关内的发掘 更多的信息浮现在考古队员的面前 M2关内尾部 发现一件花瓣型漆碗 当发掘小组成员姚宁 将漆碗清洗之后 她的一个发现 让所有人激动起来 在花瓣型漆碗外腹部 有用朱砂手术的四字明纹 古代的漆器 还有包括宋代的漆器 我们出现了很多这种明纹 明纹主要是出现在器物的腹部和底部 一般的以这个腹部为多 这上面的字是 遥先上老 这个遥非常明显 这是我们非常标准的行书 这个中间这个字 它写的是先 是行书 我们参考这个王献之 还有很多书法家留下的帖子 他这个先都是这样写的 上老的意思 就是上等老过的意思 因为到了这个五代 还有这个养宋时期 商品经济的发达 你会发现温州那边 有好多的气象 很多的铺子 他为了就是说商品竞争 他都会标上上老 有的时候 身后生子要标上真上老 还有的说 还要再强调一遍 真实上老 就说我这是真正的 而且也是非常结实的 上等老货品 它鞋子跟商品经济有关 出土的七碗 高约八厘米 口颜直径为十六厘米 碗上颜成五瓣花口 下颜略收 七碗造型典雅 极富五代特色 这一件七器的造型 让经验丰富的领队孙明丽 不由地想到了 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密色瓷莲花碗 唐五代时期 许多日用瓷器 都仿造唐代金银器的造型烧制 同时期的多个窑纸 都有花口碗的出现 这种造型受到西亚金银器造型的影响 又融入了中国独特的自然美学 形成花口式 这一独特器型 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进一步印证了考古队员 对于M2目观年代的推论 给你了 有一点 收尾的 并十许多年之一 收尾